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哥 今天是第四期 现在是下午3点多 我们一边走一边散步 我现在的位置在大金市的郊区 滋鹤县 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左边是一个水利的公司 右边可能也是一个公司 农村的房子的话 公寓很少,几乎没有 一般都是二层小楼 郊区或者城市里面才是公寓 郊区的话,公寓也很少 一般都是二层小楼 市里面公寓吧 这是一个寺庙 前面是神社 像这种神社啊 之前跟大家说过 每个村庄都有 历史的话 少则几十年 长则几百年 这不属于景点啊 在日本很普遍 每个村都有 有的大有的小 一般有一些日本的节日 大家都会聚集在这里 我并不聚集哈 因为我是基督徒 这左手边是一个补习班啊 高中的话补习的可能会多一点 为了考大学 小学初中不多 这条街道感觉也是比较老的哈 新房子感觉不多 日本人呢 在夏天喜欢在窗户的外面放一个帘子 遮挡太阳 小路很窄哈 这还算比较宽的了 我前面这条绿线和白线呢 里面的位置是个行人自行车 用的 但是一般自行车都不用 都走在外面 因为里面太窄了 这也是寺庙哈 日本太多了 这东西 看多了你可能就会硬 这是一个卖烟的地方 在日本是没有小卖店的 有也是非常少 都是昭和年代呀 或者平成初期 有一些小卖店 也有一些保留到今天 但是不多 非常少 一般都是便利店了哈 像这种地方超市便利店可能开车5到10分钟吧 我猜哈 所以说 一般都买好放在冰箱里啊什么的 每天去便利店确实 不是很方便啊 市里面或者郊区便利店比较多 农村不多 大家喜欢雨天吗 我为什么视频大多数都是雨天和阴天 因为现在是夏天哈 这个视频是9月1号 还是很热 京都的话差不多要热到10月中旬 京都的枫叶非常的有名 日本的枫叶跟我们东北有点不同哈 我们东北比较大气 叶子也比较大 日本的比较精致 就是叶片比较小 两种不同的风格 京都的枫叶可能要到11月中旬才红 我们东北十一就红了 所以说能看出来气温差别还是很大的哈 两种枫叶各有特色 看惯了日本的就想看看中国的枫叶 看惯中国的枫叶 偶尔看看日本的也觉得挺有新鲜感 不知道你家乡那边的枫叶是什么样哈 看这种小车真的是太多了 我比较喜欢这种小车就感觉挺卡哇伊的 当然了如果有雷克萨斯和大奔给我开 我是更加愿意的哈 很多老房子哈 你看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 又一个寺庙 这不是稀奇的事情哈 你往京都市里面走往京都走那更多 京都很多事业文化遗产啊 我现在在滋贺不能总说京都的事情 奥迪8888 之前跟大家说过哈 日本的车牌号码是自己选的 特别火的车牌像777777 这种呢是需要抽选的哈 多花5000日元 我的车牌是自己选的 选的123 多花了5000日元 日本手机号码的后四位也是可以自己选的 前面又是一个寺庙 看到没有 我自己的家哈 私有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很感谢大家能够陪我一起在雨中散步哈 这是第四期 然后我准备再录两期左右 然后我们这一系列就结束 然后下一系列去哪里还不知道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评论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的油管 我们下次再见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